这里一路过来真的就是满山遍野的芒果了 你看有白袋子的有黄袋子的全部都是芒果 我来到了中国芒乡绿色华平 华平欢迎您 大车都在这里等着装芒果 然后好多一群人在这里敲芒果 这里有龙头果社天乡乡村振兴示范园的称号 这里是最大规模芒果兔子园 这里还写着基尼斯世界纪录 前面看一下是什么样的 这里有游客中心芒果庄园 游客中心锁门了 这里有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不大 但是有水有电 站在这里看下面的风景也非常的好 我们先开着车 往前面看一圈 这是芒果文化馆的简介图 芒乡文化馆的建筑风格 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元素和现代设计理念 外观具有一定的特色和辨别度 与周围的环境和乡村风貌相当协调 文化馆的管理员非常的热情 详细的给我介绍了华瓶芒果产业园的发展历程 以及周边的餐饮和住宿 文化馆里面相当的畅亮 它分为展览区 文化体验区 多功能服务区 展览区通过图片 文质 食物等多种形式 介绍了芒果种植的起源 品种的培训和推广 以及芒果产业对当地的经济 社会 生态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 全国现在芒果的品种有351个 华瓶就有334个 这是几个比较知名的 凯特 红象牙 热南 盛西 芬芝 金敦 参观完文化馆 我们再到山上看一下满山遍野的芒果 看一看世界最大规模芒果的种植园 住的两边全部都是芒果 刚才工作人员给我介绍 他说这个白袋子的现在可以栽了 那个红袋子的还要过一段时间 一大片的芒果园 农户的家里 在装车 在打包芒果 忙忙碌碌 这里种芒果人家的小院 你看 还有一个渔池 好漂亮啊这个地方 晚上吃好饭下面散步一下 这里风景还是可以的哦 这边还有溪水下来 天黑了还有小孩子在这里荡秋千 雨过天晴 早上的芒果园 远处烟绕绕 缓如仙境一般 下面还有健康补道 我们昨晚就在那里走了一遍 这里有一个生通快递芒果的发货点 好大的芒果呀 这个是准备打包的 准备发出去了 这样一箱有多少重啊 九斤 九斤啊 嗯 那是卖多少一箱的 那是20块钱的 哦 20块钱 天气下雨 再看一眼这满山遍野的芒果 我们准备出发了 好 kunne不过来